最近两天,国内多家主流媒体都在热议一个话题 那就是8月20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晨莹在回答阿富汗局势的问题时 再次提出中国观点,民主不是可口可乐 这并不是我国对外第一次表露这一观点 今年4月,外长王毅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视频交流时就阐明中国观点 民主不是可口可乐 只是这一次,在美国移植了20年的西式民主 在阿富汗瞬间崩溃作为背景 全球都开始反思和质疑,美国的民主殖民模式 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简单的8个字 但字面上已经有了双重含义 第一层含义,真正的民主不是可口可乐 第二层含义是,西式民主已经被美国制裁成可口可乐全球推广 一层含义综合求是,西式民主代表不了真正的民主 那么美国推行的西式民主和可口可乐之间,只是随口一个比喻吗? 西式民主到底有多像可口可乐? 西式民主与可口可乐共同特性一 美国打造,全球复制 可口可乐已经诞生百年,全世界建厂 可是生产秘方与配比,却一直是美国机密 美国人自己制造原浆,全球兜售 这种推行饮料,占领市场的做法 和美国像被侵略占领国,主角沦丧国,强推西式民主一模一样 一百年来,虽然可口可乐的全球口味 因为不同石顿的特性,不同地区的特性 在口感上略微调 可是这零星的变化,就像美国不同年代推向世界的民主价值观一样 字面表述上偶尔微调 可是美国打造,全球复制的内核没有改变 西式民主与可口可乐共同特性二 都依附美国霸权,强推世界 可口可乐在1886年,诞生在美国亚特兰大市 可最初几十年,一直没能够打开全球市场 可口可乐能够畅销全球 逐渐被各国作为高端饮料引进 是因为在二战过程中 可口可乐成为美军的军需品 二战之后,随着美国霸权渗透到欧洲各国 可口可乐也成为美国人时尚奇葩的收获方式 被欧洲国家效仿 然而被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羡慕 就是这种羡慕,使得发展中国家具备购买力之后 会以仰视摩拜的心态追逐可口可乐 美国利用二战霸权推行可口可乐的过程 几乎与推行西式民主的过程是重合的 因为美国与西方处于更先进生产力阶段 美国巧妙地将发展中国家对先进生产力 富足生活方式的项目与摩拜都装入民主价值观力 投换概念之后 美国让发展中国家带着敬仰与羡慕的心态 接受民主制度的改造 西式民主与可口可乐共同特性三 美丽外表泡沫核心 美国强退给发展中国家的西式民主 包装着红火标签 看起来像是琥珀色 穷江玉叶 轨离而闲净 可是一旦社会稍有震荡 琥珀色液体就会爆发出火山一般的蓬勃力量 美国喉舌会鼓吹 这是民主的呐喊 变革的升华 可是智囊之后 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 本质上不过是泡沫的狂欢 此处喷洒的泡沫 弄得国家满目尝语 而失去了泡沫本质的西式民主 就是世间最难喝的糖水 西式民主与可口可乐 共同特性四 消灭传统精华 可口可乐每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 都会利用美国资本的霸权 将那个国度的原生饮料品牌 统统冲垮 位于收购 最后永远封印 美国向每一个战败国与傀儡国 强推的西式民主 也是先一步打断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 将前百年发展的国情与传统 全部消灭掉 应对美国统一标准制作的民主模式 西式民主与可口可乐 共同特性五 断子绝孙 北风从中学时代 就听说可乐杀精 长期喝可乐断子绝孙 这些年甚至看到过 长期喝可乐影响生意的论文 可是迄今为止 科学界并没有对 喝可乐断子绝孙形成一致 权威结论 当然 这些年喝可口可乐的人 内心难免会有断子绝孙的阴影 这种茶无实据 但是内心隔饮的断子绝孙感受 所有被迫接受西式民主的战败国 傀儡国民众内心都有 无视国情 打断国家脊梁的强塞民主体制 给战败国民众的感受 是忘不到未来与希望的 就仿佛是对主权独立 民族觉醒进行的绝育手术 正是这种屈辱感与断子绝孙的仇恨感 让这些战败国 傀儡国 有机会抛弃民主枷锁时 或在一两天内爆发翻天覆地的恶力量 没有学术论文证明 西式民主就是奔着 严格发展中国家 让傀儡国断子绝孙去的 可是他给所有体验者的感受 就是如此恶毒 西式民主对战败国或者傀儡国的伤害 主要体现在对青年人的毁灭与恶杀伤 可口可乐风靡全世界 一直有两个外号 快乐水与肥宅水 快乐水与肥宅水 非常巧妙地象征了可口可乐的本质 绝妙的是 快乐水与肥宅水 也完美体现了西式民主的本质 首先 美国在打造西式民主的时候 就具备高糖高热的特性 因此发展中国家刚刚接受西式民主制度时 会品尝到其中的甜 甜味 与生俱来带给人类身体最多的愉悦 刚刚接受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 就像刚刚喝下可口可乐的青少年 只因为气泡甜味 而酱汁食足快乐水 可是快乐是短暂的 可口可乐的本质是高糖碳酸性饮料 碳酸饮料长期服用 会让青少年缺干 而高糖高热 会让未成年人过早的蓄盘 西式民主对发展中国家的毒害 和可口可乐对未成年人的毒害一模一样 凡是接受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 面对西方 无疑不是缺干的软骨病 无疑不是臃肿的虚胖 美国向发展中国家 强推西式民主 本意就是让所有发展中国家 变成软骨臃肿的死肥宅 永远无法对它建立的剥削秩序 提出挑战 当今世纪的现实是 全球科学界都公认 可口可乐是不健康的饮料 它终究是 走下坡路会被淘汰的饮料种类 但现实是 我们仅仅限制未成年人 过多饮用可口可乐 对于成年人在宴席与运动中 偶尔饮用可口可乐 我们并不限制 对待西式民主的正确方式 就藏在如何正确对待 可口可乐的答案里 一个国家 一个政权处于发展中阶段 处于找身体阶段的时候 就不能经常接触 这种高糖有缺盖的饮料 更不能用饮料替代注视 当国家和政权进入成熟期 变成成年人之后 可口可乐只要不多喝 可以成为生活的条件 一个成熟的国家与政权 在重大庆典 习近宴会的时候 用少量可口可乐 作为点缀与陪衬成为常态 虽然科学研究表明 运动过程中 不时宜饮用可口可乐 可是成年人在运动 派对 娱乐场合 偶尔用可口可乐换换口气 增添气氛 也是允许的 中国人对可口可乐 一向是包容的 就像我们尊重世界各国百姓 各自的阴绕口味 美国在世界强推 统一标准的可口可乐 不到百年光景 在人类更加久远的 2000多年历史长河里 风靡世纪的饮料 一直是中国茶 中国茶从诞生之日起 即开始传承 中国茶道 全世界趋之若鹜 最终学得皮毛的 都可以在各自国度 开宗立派 中国从来没有要求 世界喝中国茶的 都尊崇中国茶道 中国从来没有利用 中国茶叶 千金难求的垄断市场地位 去灭绝亚非拉各国 自古传承的饮品 自古传承的口味 可口可乐与中国茶的差别 就是西式民主 与中国民主的差别 中国从来没有像任何一个国家 强推中国模式 可是被美国一次次带到沟里 反复蹂躏的国度 最终会自觉选择 正确光明的道路 就像一个被可口可乐 折磨的虚弱缺钙的肥斋 最终会选择更健康 更养胜的中国茶